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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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魏无羡亲声道 阿线 金子轩言帝是快要压不住的怒火 但看到江燕离后 他又忍了下来 他深深地看了眼蓝望鸡和魏无羡 然后目光定在江燕离身上 你是不是不愿意和我一起去看魏脸 江燕离没想到 他再次问同样的问题 愣了一下 低声道 不是 我以为 你不愿是金夫人的意思 你勉强才 金子轩没想到他是这样想的 待了片刻 大声道 不是的 不是因为我母亲的意思 我不勉强 一点都不勉强 憋了会 他攥紧双手 对江燕离开口 声弦都是抖的 是我 我自己想和你一起去的 一旁的魏无羡 花孔雀搞什么 大着胆子说完这几句 金子轩一张白皙的脸 煞时变成了几欲低血的鲜红色 他后退几步 再抬头一看 愣住了 什么时候来了这么多人 因为刚才看到有剑盲灌上天 知道这里有人打起来 而赶过来的众人 也没想到看到这场景 为首的金夫人暂许地看了儿子一眼 金子轩想起自己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了什么话 呆滞了好长一阵 突然反应过来 大叫一声 拔腿狂斑而去 魏无羡 江燕离 金夫人 众人 半晌静默 金夫人大怒 道 这个蠢货 跑什么 他派人去追金子轩 自己走过来拉着江燕离的手 满面笑容 阿里咱们不管那个傻小子 先和伯母回去说说话 江燕离正了正 被金夫人拉着走了 其他人见主角都走了 没热闹可看便也离开了 原先乌鸦鸦聚集的人群 瞬间少了一大半 剩下的一点人 是对魏无羡和蓝旺鸡之间好奇 结果被这两人一个冰冷冻死人 一个含笑却吓死人的眼神全部欠退了 八卦还是得看对象 这两人的八卦可不好说 一时间全都散了 只剩下魏无羡和蓝旺鸡两人 魏无羡踢了一脚旁边的树干 有些哭笑不得 这叫什么事啊 蓝旺鸡摸了摸他的头 温声道 我们回去吧 金子轩整出来的动静 算是清坛会中的一个小插曲 当时各些门世家都有人在场 于是乎关于蓝旺金氏的公子 追求云梦江氏的小姐这一消息全部传开 不过众人也只敢私下谈论 没有人会那么不懂眼色的大肆宣扬 不知道是不是金夫人敲打过了 维列大会结束了 清坛会也就还剩两天便结束了 魏无羡发现自从百凤山那天之后 金子轩一见到师姐就脸红耳朵红 眼神总是不自觉地飘到师姐身上 偏偏他还非要装出一副淡定的模样 傲娇又纯情 看得魏无羡是牙疼加眼疼 场上各家长辈在谈到论佛 魏无羡听了眉剑 私下开小差 恰好又撞见对面的金子轩 看着师姐发呆脸红 思 魏无羡轻轻吸了一口气 一侧的蓝旺鸡立刻偏头看他 蓝旺鸡低声问道 怎么了 魏无羡一开视线 让自己不去看金子轩那货 他撇了撇嘴 没怎么 就是看某人看得牙疼 蓝旺鸡手从桌下牵住魏无羡的手 那就别看了 魏无羡反手握住 蓝旺鸡修长 略有薄茧的手 挑眉笑声道 这么无聊 那我看什么 话中的言语之意居多 魏无羡就是逗逗蓝旺鸡 毕竟他对此乐此不疲 谁知蓝旺鸡还真思考了一下 认真回答 看我 魏无羡望着蓝旺鸡 浅色认真的毛子 实在没忍住笑声笑出了声 场上有人在辩论道法 声音不算小 但魏无羡的笑声夹在其中还是有些突兀 众人的目光顺着笑声聚集在魏无羡身上 他赶紧整理好表情 若无其事的一一回事 大家的视线也就停留在他身上几秒 然后便移开了 但魏无羡还是准确的在众多目光中 捕捉到蓝旗仁瞪他的那一眼 魏无羡冲他黑黑笑了笑 蓝旗仁端着茶杯收回了视线 两天时间说快也快 很快到了清谈会结束 大家离开的时间 江丰眠在问过江艳离的意见后 待他挽记了金夫人想江艳离多留些日子的提议 带着一双儿女回了云梦 和江叔叔与师姐他们道别后 见金子轩一副捏捏的样子 还有金夫人恨铁不成钢的数了他 魏无羡心情大好 哼着曲随蓝忘记离开兰陵 他们俩没有和兰奇人一起遇见回姑苏 而是慢慢悠悠的走着 打三四处闲逛一番 兰奇人也游着他们去了 少年人多游里没什么坏处 反正距离继续停学的时间 还有些日子 他们暗示回来变客 刚出了蓝铃 魏无羡还没决定好向哪个方向走 便听到身后有人在喊他 魏兄 等等我 蓝忘记和魏无羡一起回头望去 只见来人冲他们跑过来 仿佛身后有什么洪水猛兽在追他 其实刚听到声音时 魏无羡就猜到是谁了 回头一看 果不其然正是聂怀桑 魏无羡眉梢轻飘笑道 这不是聂兄吗 找我有事 聂怀桑一手插腰 另一手拿着直扇试进扇 他喘了几口气 等气喘人了才开口 魏兄 你们是要回姑苏吗 带上我吧 说完察觉到 有道冰冷的视线凝在他身上 聂怀桑僵硬地看过去 果然是蓝忘机面 无表情地在看他 聂怀桑善笑两声 苦兮兮地解释 这次围猎大火开始我就出去 我大哥已经准备回去就修理我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魏兄 就带着我一块回姑苏吧 就当我提前去听学 行不行 聂怀桑小心地瞟了眼蓝忘机 他知道魏无羡说了算 所以他一直都是在和魏无羡商量 魏无羡对聂怀桑表示同情 他爽快道 可以啊 但我们先不回云深不知处 聂怀桑连忙表示 去哪都可以 只要不让他回亲和就行 于是两人行变成了三人行 蓝忘机对此没有表露任何意见 只是走的时候 轻飘飘地看了一眼聂怀桑 那一眼仿佛说了什么 又仿佛什么都没说 聂怀桑尽量缩小存在感 跟在两人身后 虽然这一路肯定要被秀恩爱 但和回家被惨无人道的训练相比 这又算得了什么